随着电控发动机的普及,除了多了发动机电脑外,不少车型都开始配备了车身控制单元简称CBCU以及CAT总线通信技术,例如动气、闪气、欧曼等车辆上都配备有CBCU。 那么它有什么用呢?CBCU被称为车身控制单元,CBCU是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,一方面负责对车身电器的控制,另一方面负责与组合仪表以及其他片总线设备交换信息。 CBCU替换了传统的继电器和熔断器,代替了中央电器装置板的功能。 传统线路的连接方式很非常的复杂,在过去的车辆上所有的电器、灯光照明全都通过开关和继电器的组合来控制,特别是灯光电路、CAT总线、发动机管理系统、ABS自动变速箱。 这些电路错综复杂,当出现电路故障时,需要非常有经验的维修人员,花很多的时间。 在复杂的电路中找问题,CAT通信极大程度上,简化了系统线路。 当车身控制器出现之后,车身电路和过去相比,有了极大的简化,并且控制器具备自动检查电路的能力。 当灯光或传感器电路故障出现之后,仪表板上的液晶显示屏会准确地显示故障位置,使维修人员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。 除此以外,CUCU的功能远远不止这些,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更改程序,实现更为复杂的逻辑控制,例如可以实现启动保护功能,或者不同开关的护锁。 CBCU的输入端可以通过程序设置为高电瓶24V有效信号,或低电瓶搭体有效信号。 出出端也可以同样如此,实现检测负担功能,帮忙实现过载保护,暖路保护,同时还有自诊断功能。 例如重器豪卧系列的CBCU就带有挂车灯光判断逻辑,每次闭合钥匙开关或灯光开关,或危机报警开关时,CBCU会对挂车的导车灯和制动灯进行检测。 当其中任何一个灯功率大于15瓦时,CBCU则认为挂车已介入,随后操作相应的开关时,挂车相应的输出才会工作。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,斯拉乱节改装灯光的时候,可能会对CBCU判读产生影响,进而导致系统爆故障。 现在的车辆装备了越来越多的电子控制系统及电子部件,如发动机管理系统,ABS自动变速箱,行驶记录以后,用传统的电路已经无法进行布线需要太多的线路。 单根线束中,可能会有几百根导线,线束变得和腿一样粗,并且出现电路故障后极难找出问题。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CAN总线,进行各个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说,可以简化电路并降低故障发生的几率。 这方面我们使用的同时,对维修思路和方法也带来了新的要求。